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可能是需要点话题转一下 小米汽车闹出来的锁单笑话 所以这都好几天之后了 张颂文跟小米要车的事又开始发酵了 鉴于大众对于张颂文要车 这事儿的愚情还挺正向的 所以眼下李冰冰的粉丝就有点不开心了 表示当年李冰冰跟班池要车的事儿网友不该骂 毕竟男女平等都是跟商务方要东西 大家的态度可不准双标 虽然都是代言人跟车起要车 但张颂文这事儿和李冰冰那事儿 封批解决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一来张颂文这一出显然是设计好的营销方案 他拿了车有实在好处 小米获得了讨论度也是实在好处 而李冰冰那个纯属是个人突发的贪欲 给人的观感那自然是不同的 二来张颂文要车是跟品牌要 李冰冰突然在活动里发那要车 是跟奔驰的一个区域负责人要 前者是薅资本家羊毛 后者是大明星为难打工人 这本质也是有区别的 三来现在的渔情环境和内渔生态也有变化 李冰冰那个年代的艺人多数还是有点姿态的 Gucci让第一个亚洲代言人 黄晓明随便选高定款人家不要 杨寿成想给王菲买表人家直接拒绝 所以李冰冰现场要车的操作就显得尴尬隔音 但现在的艺人都不要脸到跟粉丝伸手讨饭了 这比较下来张宋文跟小米要个车也就不算是个争议性的丑事了 所以李冰冰粉丝就别替你家大花委屈了 毕竟人家现在要啥车没有呀 我已经有空了